我看到有一些就是说陆续机进来的 所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入了第二小时的环节 也就是我们现在会注重说这个ROS的基础的内容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ROS的入门 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其实能说的也不多 然后这个会议连接在这边 然后刚才我所说的那些资料是在这个课程资料 这个检索 大家就可以找得到 然后再次提醒就是说 如果说你进来或者刚进来 或者是出去了又再进来过的话 确保就是说你的麦克风是关闭的状态 OK好 谢谢大家的合作 好 ROS的那个基础 所以首先什么是ROS呢 这边我就不晓得 因为我们这个课是公开的 而且完全是我都没有需要大家报名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大家背景是怎么样 是学生啊老师啊等等 所以我就是会用最基础的方式跟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所以首先跟大家介绍什么样是一个ROS ROS是什么东西 所以ROS呢 它本身它虽然它的名字是这个robot operating system 可是它本身不是一个操作系统 刚才我们大家装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操作系统是我们的那个Linux那个系统 然后ROS呢 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会把它说成是一个软件的框架 它是一个软件的一个框架 机器人软件的一个框架 它是一个大框架 然后在这个框架下面呢 它就是标准化了很多我们用常用 或者是我们会用到的那个机器人软件 其实我们会有用到很多机器人软件 比如说我们要用一个传感器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那个传感器的驱动 跟传感器的那个软件来达到一些目的 比如说那个传感器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数据 然后呢 我们过后我们也会用一些软件来驱动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电机 或者是我们手臂的电机啊 也好 我们的那个移动平台的电机也好 等等 所以我们会在开发机器人 或者是服务机器人 或者是跟机器人有关系的这个开发里面 我们会用到很多很多的那个软件 然后这些软件呢 自己本身里面的构造可能都很不一样 所以Ross他身为一个大的一个软件 那个框架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说他把这些软件都标准化 他就是说他出了一个标准 然后大家就跟着这个标准 然后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第一个Plumbing Plumbing就是他做这个 所有的这个系统呢 他们有效的就是说可以 就是说在里面他可以通讯 为什么 如果说你没有标准化的话呢 他之间的通讯是很复杂的 我还记得就是说我在Ross之前 我就已经做了很多机器人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开发 其实我们做很多底层的 比如说这个软件A跟软件B 就是我们的传感器跟我们的那个电机呢 怎么样之间要通讯 比如说我们拿到了这个数据 我们就应该转这个电机 所以这个之间的那个联系呢 都是完全是依靠我们去开发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很复杂 我们会有很多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而这个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从高的程度的编程来看呢 其实这些是很底层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底层 这个软件A跟软件B 它通讯 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拿到什么数据 我们就应该怎么转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比较高 high level的programming里面呢 我们会说过的这些东西 所以ROS它本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就 这个那个ROS的这个系统呢 方便就是它把这些东西都标准化 然后呢 现在其实很多很多 我们的那个厂家 比如说他们是生产传感器也好 或者生产那个电机也好 或者等等机器人的那个也好 他们都是根据这些规格或者是标准呢 去做了一套软件包放在ROS里面 跟大家共享 所以只要是大家是用ROS的系统的话 用他们的软件包 基本上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把他们的软件跟其他软件配合 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ROS很强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在ROS里面呢 它有很多工具 它很多工具 比如说刚才 刘老师给大家看到了 就是那个 ARVIS的界面 ARVIS的界面 基本上就是ROS里面的 这个可视化的这个功能 可视化什么东西呢 就好像刚才大家看到 就是说 那个手部的动作嘛 其实呢 我们如果说是哪数据的话呢 是一堆就是数字 就是说那个 所有的那个关节的 那个三维坐标啊 等等的 所以我们在没有ROS之前 我们要看这些数据呢 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去想一个方法 把它可视化 或者是看了很多表 然后去看它到底那手臂怎么样 不过ROS就把这整个 就是说做了这个ROS的 那个可视化界面呢 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三维的数据啊 或者很不早的数据 这个是其中一个工具 然后呢 刚才刘老师也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Gazebo Gazebo呢 其实跟那个ARVIS 其实是不一样的 ARVIS它是可视化你的数据 然后这个Gazebo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防震平台 所以大家刚才可以看到 就是两个就是说 刚才刘老师控制的是 ROS的界面 那个是那个规划的部分 然后呢 它的那个输出呢 也就是它的那个结果呢 是在Gazebo里面反馈出来 所以Gazebo它本身 就是一个模拟器 或者是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那个仿真的那个模型 在受到这些控制下 它的那个正确的那个反应 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Gazebo 然后其他还有很多 就是ROS有那个图形化界面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Data Logging Data Logging就是把所有的数据 都把它就是说 有条例的记录下来 不过这个可能 现阶段大家还没有接触到 不过以后可能 尤其是那些做深入学 或者是做一些实验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些数据 就是说记录下来的话呢 这个工具就很有用 OK 所以ROS就有了这些东西 然后第三能力就是功能 ROS它提供了我们很多功能 包括我们接下来会介绍的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导航 自主导航 我们完全其实 我什么代码都没写 我直接就是说 用ROS的那个 Navigation的那个软件包 放了进来里面 我们的机器人就有了 自主导航的那个能力 所以就是有很神奇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包括比如说我们的3D团感器 我们的激光等等 怎么样拿到那些数据 然后那些数据怎么样变成 就是说我们看得懂 或者是已经 整理好的那个3D的那个点云 这一些呢就是ROS perception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 Point Cloud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是ROS的功能 包括 然后这边还有的就是我们的箭图啊 或者是我们的手臂规划 好像刚才刘老师用了那个Movit 它本身也是ROS的一个功能 Movit其实是在ROS里面的一个 一个蛮大的一个 一个社区在在开发的这个Movit 这个手臂路径规划的这个 软件包 然后在用了这个东西过后呢 大家就可以很快速的 不管你是工业级的手臂也好 或者是教育版 还是怎么样 它基本上都可以用Movit来完成 然后最后一个ROS最强的点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成功的地方 就是它已经呈现了一个 很成熟的一个那个生态 就是这个Ecosystem 它本身就是说它的那个软件包的 那个管理 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 比如说导航的包啊 或者是手臂的包啊 或者是什么的包啊 它都可以管理得很好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软件的发布 比如说现在大家要装ROS 或者是要装ROS的某一个包 什么样在哪一个点 在全球哪一个点都有办法 就是说下载 然后安装好 然后包括怎么去用这些东西 它的那个文档 甚至它的那个教程都很完善 就是说很多人有去写 它有办法带动了很多人 去做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RoboCup at Home 然后还有Movit 我们也是很支持这个开源的这个活动 然后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些教程呢 包括今天大家在座在这边的 我们也在这边教大家怎么用ROS 其实这些都是ROS 它能够成功的那个原因 好 以上上述所有就是有关ROS 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然后其他这些呢 我就会跳过 这个就让大家就是说 等一下下线的时候 可以慢慢去读 或者去看 然后供大家一些参考 不过这个对于实际的操作呢 可能就是说 有不一样的那个意义在那边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课我会把时间就是放在比较实操上的那个内容 然后这些理论的东西呢 我就会给大家共参考放在这边 然后我会很比较简单的跟大家解释 就是这个ROS的框架呢 跟它的原理呢 它是就是说比较传的 就是说它比较分散的 然后呢它可以支持很多的语言 比如说如果说 尤其是这个C++跟那个Python 大家可以看到是说 接下来我们的那个课里面呢 我们会有用到一些代码是C++的 然后我们也用到一些代码是Python的 不过呢 一个趋势就是说 我们的代码其实80%到90%以上都是Python 不过有一些底层 比如说OpenCV的那个呢 就是视觉的啊 他们有一些Library 他们还是用C++来写 是因为某种原因 就比如说硬件上的那个原因啊 等等的他们的那个代码消息 所以我在这边很鼓励大家 就是说 不单只是Python的C++的那个代码 也要略懂的话 就会更加的有用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也跟那个Masswork合作 其实我们就是说 MATLAB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 很比较比较高次元的那个 数据数据处理的那个工具吧 所以MATLAB应该是这样的 它对那个数据处理会比较好 比较强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深度学习啊 或者是机械学习啊 有兴趣 然后又不想要就是说 写太多代码 或者是很复杂的代码 可以用MATLAB的那个方式来做 然后我们也用了这个ROS的框架 我们也可以对应 我们的那个MATLAB的那个例子 也可以用上 这个对我觉得初学者特别的友善 尤其是初学想要学农智能 或者是想要学机械算法啊 等等的 用MATLAB的那个包 基本上你是拖那个包过后 就可以做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ROS它很强的部分 然后还有的最后一项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开源免费的 大家就是自由的去使用 OK 接下来我就开始说 就是给大家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ROS的一个入门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说的会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小时或者30分钟 要说ROS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可能你要上就是说 一个学期的课来学ROS都学不完 所以我现在把大家在下一个班 所需要用到的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呢 我就在这边说的比较详解 就是详细的解释 然后其他的呢 我就让大家自己就是说 然后在线下呢 自己去读 我把那个相关的东西都放在我的VPT里面 大家可以过后去参考 然后自己去学习 首先这个ROS呢 它本身呢 它管理所有 刚才我不是说嘛 它是一个软件框架嘛 所以它会管理所有的东西 所以它首先最初最上面的那个东西呢 我们就叫做ROS Master 所以每一次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教程都说 我们开始就是跑这个ROS Call 这个ROS Call的东西呢 就是把这个ROS Master 启动起来 然后启动了这个ROS Master 过后呢 它就会开始去管理我们下面的 我们叫做节点 也就是Node的东西 OK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ROS Note 也就是ROS的节点呢 它其实就是我觉得了 在ROS里面最小单位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 其实也就是一个Round Time吧 就是一个程序吧 大家可以想象 它是一个程序 一个简单的程序 就比如说 你要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去读一些数据 或者是把一些数据 就是打印出来等等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用很多这些 很小的那个节点呢 去构成我们整体的那个 我们的软件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系统 所以这个是ROS Note 然后ROS Note之前 我刚才说的嘛 ROS最强的点就是 就是怎么样让不同的软件 它有办法就是沟通 其实就是用这个机制 他们就是有这个topic的这个概念 topic就是这个话题 所以呢 当你有就是Node1 就是第一个节点跟第二个节点 比如说第一个节点是控制 那个那个传感器 然后第二个节点是控制那个电机的 你要这个传感器的那个节点 跟这个电机的节点 就是通讯的话呢 就比如说你识别到一样东西 你的传感器就会向左转 你识别到另外一样东西 你的那个传感器就会向右转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去通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写一个那个话题 然后呢 它这个话题跟我们之前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写一般的那个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传一个变量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这个东西 不需要搞这么多 还要有什么话题什么之类的 可是这个技术呢 它其实好处是在于 你可以有这个话题 然后呢 它的这个话题 他们怎么通讯呢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第一个节点呢 它发布一些信息去给这个话题 然后呢 这样子呢 它就会把数据传进去这个话题里面 然后呢 那个节点二呢 要收到这个数据呢 它是怎么样 它去订阅这个话题 OK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publish 一个subscribe的这个机制 然后这个publish subscribe 为什么它要这么复杂 做成两个部分呢 其实它的目的就比如说 我可以完全在没有第二个节点的情况下 我把第一个节点写完 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它可以 就是自由的运行 然后呢 它运行了过呢 它就直接就会把它需要做的工作 也就是把它的那个数据呢 发布进去这个话题里面 这整个东西是一个完整 而且是一个没有错误的东西 这个呢 就是我们传统 写的那种方式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方式呢 你如果是用变量传数据的话呢 你基本上你必须要说 你要传给谁 你的那个变量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传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定义好 然后整个启动 而且你启动了过后呢 你这些东西都不能改 你不能突然间加多一个节点3去读这个数据等等 所以前面的说法呢 就不能有这样子不灵活的一个做法 然后Ross的这个机制呢 就可以有很灵活的 比如说 我突然间我的那个第一个节点失灵了 我的这个没有办法拿到数据 我用第二个那个传感器的数据 它可以直接在没有修改 第二个节点的情况下呢 完全完成这个整个改变 或者是我第一个电机 我不用了 我用第二个电机 我完全是不需要修改第一个节点 完全可以达到 这个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解这个东西 是让大家了解这个话题 它本身的那个目的 跟它的那个自由度 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们就花了这些东西 这样多的那个功夫 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不过它的好处是很多的 然后等一下呢 我就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简单的这个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说这个话题呢 它本身它除了传很简单的这个 比如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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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啊 或者是一个一串字啊也好 到很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传一系列的那个视频 的那个数据 视频的数据是很多的嘛 它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数据量 所以这样子的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那个数据的种类呢 我们都是用这个Public Subscribe的方式就有办法进行那个数据的传送 所以这个就是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当我们在用别人的包的时候呢 它需要传很复杂的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说OK 我们去订阅它的数据 我们完全不需要知道它的那个数据是什么样的格式 是怎么样传过来我们怎么样拿这些东西都不需要 这个就是我觉得Ross这个机制很方便的地方 所以这边就给大家看看一下 就是说它的那个数据里面的格式呢 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不过呢我们用的方式呢都是一样 好 我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示范 希望这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OK 上次就是有一些啊 OK 现在就很好 大家就看得到 所以首先呢 就是说刚才的一个作业就是说大家安装好了过后 然后怎么样确保大家Ross是安装好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Ross Call Ross Call 在运行这个Ross Call过后呢 大家看到这边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台大 OK 如果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没问题 就是Ross已经安装 而且包括呢 这边很重要的就是Melodic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Melodic的版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Ross Master URI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Ross的那个节点是在哪一个机子上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机子是Jupiter Robot 还有这个 可以啊 有个弄肉吃你的版本的 不好意思 就是把你的麦克风关一下 OK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那个版本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那个机子 因为这个Ross呢 刚才我们也说到Ross是一个分散的一个系统嘛 所以其实如果说好像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们可以有远程的那个机器人跟我们远程的一个电脑连上 然后做这个Ross的那个开发 其实那个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就是说定义我们的这个URI在哪里 然后呢 他们就是可以进行在Ross里面进行沟通 这个我们可能后期才会用到 基本上现在大家如果是用单机的话呢 基本上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个东西 不过呢 在这边要确保的是大家的那个型号啊 就是Ross的版本在这边可以查原 所以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这个Ross call 大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跑了 就是算我们的那个Ross已经安装完毕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会跑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布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跑了这个Ross call 这个Ross call我们就有了master嘛 然后有了master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跑这个Ross run Ross run就是跑节点的命令 OK 然后呢 Ross cpp 这个东西呢 然后 我的键盘 OK 这个tutorial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第二个 就是 这个是软件包的名 大家在开始写Ross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首先建一个软件包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包也就是这个package的概念呢 在Ross里面是用的 它是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用package来作为一个节点的一个总和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 这个Ross cpp tutorial 它就是这个Ross c++的这个教程呢 它就把它放成了一个软件包 然后在这个教程里面呢 它就会有很多节点 比如说 在这个Ross cpp下面呢 最后一个 这个呢 就是那个节点的名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跑一个节点叫talker的 OK 在我运行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list有什么东西 OK 你看啊 我们在这边啊 我们这个list 在这边呢 我还没有运行 我这个还没有运行吗 OK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做 我这个Ross node 我们list的话呢 我们list的话呢 是只有一个Ross out 意思就是说 当你启动了Ross master 也就是Ross call的时候呢 你只有一个Ross out Ross out这个是一个系统的 Ross的一个 这个是话题名 OK 没有节点名 不好意思 节点名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节点 然后呢 当我们启动了这个 当我们启动了这个 这个过后 这个talker 我们启动过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talker呢 它本身的功能 就是说它启动了过后 它会定时的发布信息 也就是这个信息 就是hello我 然后它会算 1 2 3 一直加下去 这个就是它的工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跑我们的Ross node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了两个节点 就是 第一个是master的它的那个Ross out 然后呢 另外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talker 所以talker本身就是一个节点 它被运行的 就在这边可以看到 所以其他的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来说 不过我会说一些重要的 就是在这边呢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talker 它的那个话题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要怎么知道呢 我们首先找出 用这个方式呢 找出这个 节点的一些属性 就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talker 这个node呢 它里面它是publish了一个chatter的一个那个话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chatter 然后呢 它是没有去订阅任何东西 它只有发布 然后它发布的那个话题名呢 是叫chatter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talker 它带来的那个 它发布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看它是什么type 比如说它是用那个 那个数字串 或者是什么等等的 我们甚至可以就是说 把它的那个数据打印出来 不过打印出来就跟它做的东西一样 在这边呢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chatter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一直在发布 对吗 就是说一个 一个时间点里面 它一直在发布 不过呢 它到底发布了多快 它的那个频率是多少呢 可以从这边 这边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ROS 这样子看不到 OK 在这边呢 我们就用这个ROS Topic 等一下 我们clear一下 给大家看得到 ROS Topic 然后HZ HZ就是hz 就是它的那个频率 然后chatter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它就开始算 就大概 是大概10hz左右 OK 大概10hz左右 10hz左右的意思 就是在1秒里面呢 它发布时辞 这样的意思 OK 然后在这边呢 OK 这个完了 所以我们第1个节点 就是跑完 我讲解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开始另外一个节点 OK 我们开始另外一个节点 就是在这边 我就关了这个东西 OK 我就在这个 还在运行的情况下呢 我就运行另外一个节点 另外一个节点的名字叫做 这个 ROS RAN ROS CPP Tutorial 然后是Listener OK Listener 所以刚才呢 是一个发布的一个节点 然后现在呢 我要启动另外一个 是听 也就是 那个订阅的节点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它订阅 它就说它看到 什么东西 它听到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比较起来呢 这边发布什么东西呢 它就会听到 什么东西 OK 这个就是一个发布订阅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发布订阅两个节点 然后呢 它从发布的这个节点 把这个数据传给了 那个第二个节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然后 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方式呢 就是说刚才我们就是 已经介绍过的这个方式 来去看 它到底 我再开多一个 再开多一个 我的电脑有点卡 怎么怎么卡 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卡 我没关系 我们再放大一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拉过来 OK 我们先试一下 比如说这个Ross Topic 然后Info Info就是看它的一些 信息 然后我们看回刚才同样的这个话题 也就是Chatter的这个话题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这个话题呢 它的那个种类呢 是这个Stream 也就是支付串 然后呢 它是由这个Toker 也就是在这个机器上 这个机器 这个串口就 这个 这个 这个Port number 大家就别理 就理的是在这个 所以他们是在同一个机子上的 那个节点 然后这个Toker呢 它就是这个 Publisher 也就是它发布的 所以发布 这个信息的节点 是叫Toker 然后订阅的话呢 是叫Listener 所以这个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关系 我为什么就是说 很仔细的说这些东西 是因为这个东西呢 是很重要的基础 然后过后大家 在写这个 Ross的开发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呢 都会 开始让大家了解 我们的真正 我们写的东西 它是怎么样 就是说运行的 然后它运行的关系又是什么 所以这些就是 让大家了解这些东西 OK 所以现在呢 就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刚才我说 我如果断掉了其中一个节点 另外一个节点 是不是还 就没有问题 它是独立的吗 就比如说现在 我就断掉了这个节点 我断掉了那个Publisher 它就停了嘛 它不动了 然后呢 它不动了过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什么啦 我们的这个 Listener 它也没有更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 没有数据的嘛 对吗 没有数据的 所以 比如说我们强制的 从外部 放一个数据进去 OK 用这个方式 到底 它是 有没有听到 OK 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不用节点 我们自己强制的放进去 OK 然后Publish 它的那个 方式是叫Publish 然后我们是用Chat的 然后这边可以出来 OK 然后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Data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放 我们放RoboCop RoboCop OK 我们 OK 它就已经传过去了 所以具体的呢 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在这边 看不到 太小了 等一下啊 我的那个 我的这个太小了 我把它放上来 这样子大家就看到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说 这个RoboCop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的 我要跟大家证明的 就是说 这个节点 跟之间的通讯呢 就是哪怕 我一个节点失灵了 我一个节点没有发布了 我的另外一个节点呢 其实还是正常的运作 它还是在听着的 所以呢 我如果说 有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 传 数据进去这个 那个 话题里面呢 它还是照样可以收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发布 订阅 很灵活的地方 OK 这个就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然后今天这堂课呢 只要是大家 收到这个概念 然后懂得怎么样 去写这个内容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达到 今天这个 Rostrum的那个目的了 OK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 进一步聊的 就是说 所以 这个Listener 这个Talker 这个发布订阅 到底是怎么写的 OK 接下来我就会说 然后呢 接下来这些 比如说Launch 发这些东西呢 我就让大家自己读了 这个 其实在那个Rost的 那个官网的 那个教程里面 是有很详细的解释 我在这边就不多说了 因为 时间关上的关系 我就是想要 就是着重在 比较重要的部分 然后这些呢 就让大家去读 比如说这个Launch的 那个发是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些是一些参考 然后具体的 大家可以看 在下面有这个info 大家可以去Rost的官网上去 学它的那个 实际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更详细的 都会在那边 这个Launch我就跳过 然后呢 刚才这个模拟器 多多少少少 我有讲一点 就是这个Gazebo的 这个虚拟 虚拟现实的这个工具 然后还有其他的 其实我在这边 把重要的东西 我都写了下来 比如说这个Rost的 工具包的框架 或者是RostC++ 然后Alvis TFTransform 这些东西都是 蛮重要的那个概念 不过呢 就是让大家去 就是说 读那个 学习那个Rost的 那个基本教程 然后这些东西呢 就去理解一下 我写在这边呢 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OK 然后还有的 就是说刚才我说了 这个Rost之间 就是节点之间的通讯呢 是由这个发布跟订阅 对吗 不过呢 其实Rost的 那个节点之间的 的那个通讯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格式的 比如说 就是那个 在这边用参数 跟那个服务器 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Server的 然后还有那个Parameter的 然后还有用到这个Rost的 Service Rost Service也是 然后还有那个ActionLib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 大家去了解 不过我们现在会用到的 我觉得最重要入门的 就是这个发布跟订阅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解 详细的这个发布订阅 其实是怎么做的 OK 首先呢 在做这个发布订阅之前呢 大家就是说 在写自己的发布订阅 因为大家要开始 开发Rost 都要自己建一个软件包嘛 所以呢 要怎么建一个包 一个软件包呢 基本上我就把整个那个 这个步骤呢 写了下来 首先大家可以就是说 去这个Rost的官网上的 这个解释呢 去了解这个工作空间的 那个概念 不过简单来说 就是大家首先 如果没有的话 不过我相信 如果大家做了那个 基本教程的话 这个步骤已经是完成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创建一个 那个工作空间的 那个路径 然后呢 过后呢 就是进入这个工作空间 然后make make其实就跟我们 我们编程 就是编译的那个过程 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过后怎么样 就是说 去做一个软件包 或者是生成一个软件包呢 所以就是 首先我们进入了 我们的那个 工作空间 那个代码的 那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个 这个命令呢 去生成一个新的 一个软件包 所以首先 它的那个命令呢 就是这个 Catkin create package 这个呢 就是它的那个命令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名字 这个大家可以 自己取自己喜欢的名字 就是说 你的软件包的名字 叫什么东西 这个大家可以 放自己的名字也好 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没问题 然后呢 后面这些东西呢 就是它的 dependency 也就是说 你这个软件包 所需要用到的 依赖是什么东西 如果说大家不了解 也不知道 或者现阶段 也不知道应该写什么的时候呢 我是建议 写这三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三个 一般大家都会用到 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sender message 有些是我们的那个 Ross里面用到的那些 message 所需要到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大家要用到那个string 如果说要用到string的话呢 这个sender message 就是必要的 然后过后 还有的就是这个Ross Python 跟Ross C++的那个 library 这个也是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用到的 尤其是这个Ross PY 是肯定会有用到的 所以加这三个 基本上是无上大雅 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 基本上就加这三个下去 然后过后呢 退出你的那个SRC的 那个文件夹的路径 然后过后我们再重新编译一次 基本上就完成了 因为你必须要编译了过后呢 这个里面它会生成一些 软件包需要的一些文件 所以大家都必须要编译了过后 才可以用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 然后过后就是怎么开始 写我们的这个发布 跟订阅 这个就是练习 然后我现在希望Ross的那个网站 是可以上的 我现在再开一下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上 刘老师那边开得到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开不到 Ross的官网 或者是其他你们就 开得到Ross的官网吗 Wiki开得到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开不到 开不到完全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了 不过我不知道就是您那边有那个代码吗 我开不到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 没有我手边没有 没有我手边没有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我们完全就是太过依赖了Ross的这个 我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发生的 这个怎么样 这个有点尴尬 等一下我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呢 怎么样 我先想一下 OK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教程呢 是在Ross的官网上 可是呢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Ross的官网上不去 所以呢 我现在能够做的是找一个 代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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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镜像 OK 我找到另外一个镜像 我希望可以啦 这个一样吧 对 一样吧 对 好 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镜像 跟就是说Ross的Wiki的镜像 跟大家解释 OK 我觉得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我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某所大学的 那个Ross的Wiki的镜像 不过没关系 我最重要的是在这边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解 我剩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讲解这个 那个发布器跟订阅器的那个代码 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Ross我们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首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家都应该看得到吧 对吗 再放大一点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Talker PY 就是说刚才呢 如果说我们建了我们的那个包过后呢 我们就会在那个包的下面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我们的那个包 我们的软件包下面呢 我们就会 首先你可以生成一个 Note的一个文件夹 或者是一个 Script的文件夹都可以 就这个大家喜欢放什么名 就放什么名 不过比较 然后呢 一般的做法 我们就会用Script的这个文件夹明 然后呢 在这个Script的文件夹明下面呢 我们就会做一个那个 talker.py的这个文件 大家在Ubuntu下面呢 喜欢用怎么样的那个 Edit 也就是这个 写代码的那个 常用的软件呢 这个就看个人喜好 本身我自己呢 是我如果说 简单来说 我会用就是 Ubuntu自带的 比如说那个 G-Edit 如果说大家要就是说一个 完整的一个 IDE的话呢 我会推荐大家用这个 VS Code 大家就是自己去选 要用怎么样的那个 Edit 都没有关系 基本上是重要之代码 OK 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要写一个 那个刚才我们运行的那个talker 的例子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只有这个16行 就这么简单 OK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首先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OK 首先我们就是一些 一些import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说一些依赖 就是说依赖会用什么东西 OK 这些就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standard message 然后我们会用这个string 所以这个是重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main的那个函数呢 其实就只是做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运行我们这个talker 的这个函数 OK 在这边我们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只是跑这个talker 函数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然后这个try accept 是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 它就会pass掉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alker函数里面 什么东西 首先 这个第六行这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们怎样去定义这个发布 这个发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般我们会用PUB 当做那个handler OK 你们要用别的也是可以 其实 不过一般我们惯用的就是这个PUB 不过如果大家在同一个节点下 有多个发布器的话呢 大家就要用不同名字了 OK 所以这个PUB 然后它就是等于这个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用到ROSPY 也就是ROSPY 也就是ROSPY Library里面的功能 然后呢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Publish 就是发布器 然后呢 我们里面这个里面呢 它的argument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就是说 P7行这个呢 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 Initialize我们的这个节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点呢 名字叫做Toker 就只是这样子定义就完了 OK 然后具体的我们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写了一个WOWLOOK OK 就写了一个WOWLOOK 然后这个WOWLOOK 是WOWLOOK 这个ROSPY 意思就是说 WOWLOOK 这整个东西不是关闭的 OK 就是说它会一直运行 然后呢 我们就做一个变量 就是这个String 然后这个String里面呢 就是说有一个Hello 然后再加一个时间 OK 这个时间其实不加这个时间 没关系 这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它是有在算 OK 然后呢 我们就这个ROSPY里面的一个功能 叫LogInfo LogInfo基本上就是 打印在我们的那个终端 就是打印出来 你打印那个这个String 这个变量里面的东西 然后呢 刚才我们就是定义了这个Publish 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具体 我们发布的那个命令 就是用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发布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发布我们的这个String的内容 发布出去 OK 然后发布去哪里呢 基本上就根据这个话题名 他们就发布出去 然后在这边我们的这个ROSPY 它会Sleep 就是Sleep这个时间 在这边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间断 OK 所以这边呢 这个呢其实就会造成的 它这个频率是多少 OK 所以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OK 完了 就是这样简单 然后呢 还有一个步骤大家必须要记得是 如果说你是自己写你的PY的话呢 一般就是因为我们图它是 它所有的那个文件都有执行的那个 不同用户执行的那个权限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变成可执行的那个权限呢 然后ROSPY才有办法运行 所以这个步骤别忘了 一般都是忘了这个步骤 然后DOS运行不了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跟代码没有关系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写一个那个发布器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更详细的去了解 我刚才的这个解释的话呢 这边有更详细的解释 OK 然后 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这个页面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我已经在我的PPT里面把那个连接 只不过是今天刚好 这个是我第一次遇到 在讲课的时候 ROS的那个官网的那个 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 服务器就 今天没有办法看 OK 接下来呢剩下最后五分钟 我就跟大家讲解这个 那个订阅 是怎么样写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订阅呢 其实也就只是这十多行 也没有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比TALKER 比那个发布器还短 所以上面一样的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import这些东西 然后呢 你的那个主要的更简单 就是只有一个Listener 他就是 一开始他的Main 就是去 实行那个Listener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呢 他有什么 第一 同样的 他必须要首先 先initialize 他这个节点 OK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有加多一个这个 Anonymous True 其实刚才TALKER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Anonymous True 呢是 因为在ROS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会有很多节点 所以呢 这个节点呢 的名字 但是相同的名字 会有产生 就是说他会碰撞 然后会有问题 所以呢为了阻止同样名字 在同时运行的时候呢 有这个问题呢 他就加了这个Anonymous True 意思就是说他会在节点的名字 或者是后面加一串数字 或者是一串号码吧 使到他不会重用 啊 然后 我们现在要定义我们的发布 啊 我们的订阅器 我们定义上 刚才我们需要有一个Handler 不过呢 你如果是订阅的话 你就不需要那个Handler 不过呢 你后面这边呢 会有多一个Argument 就是说 首先你必须要说 我订阅什么话题 然后这个话题的格式是什么 然后 我订阅了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话题过后 我得到的那些数据 我我我传去哪里 所以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Callback function 所以这个Callback的函数呢 大家就会看到说 加了这个东西下去 所以加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放了一个Data 的一个变量呢 去收集我们 从Chatter拿到的数据呢 然后他做什么东西呢 然后他基本上 也没有做什么东西 就是把它打印出来 就是刚才我们用的 这个Ross Python的这个Log Info 就是打印出来 然后打印出来 首先他这个 其实是拿那个窗口的名字 这个不写也没关系 所以他就打印出 我听到数据是什么 OK 数据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不过呢 通常我们会在这个Callback里面 我们拿到一些数据 我们会做一些处理 你就可以把你处理的一些 比如说逻辑啊 就写在这边 然后呢 才把这个数据 播放出来还是真的 完了 就是这样简单 这个就是怎么样收 怎么样就是订阅 然后同样的订阅的这个Python 也要记得把那个文件 变成可知性的那个文件 然后下面这边是有一些解释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 所以 大家需要做的呢 就是这个练习 就是说首先自己 先创造一个软件包 如果我不懂的话 可以去ROS的这个官网看一下 怎么样做软件包 有很详细的解释 不过我 我把重要大家需要懂的步骤 写在这边了 其实这边下面还有很多步骤 大家不需要跟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有很多是现阶段 大家不会用到的东西 所以大家做到这个步骤 基本上就OK了 然后呢 做了这个软件包过后呢 大家就开始写自己的那个发布器 然后呢 还有你的那个订阅器 OK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练习 然后呢 还没有完 在我完成今天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线上课堂呢 首先要说一下我们第二堂课的这个作业 OK 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去了 我们的作业 我们需要做什么东西呢 OK 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发布器 订阅器的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布置了这个作业 让大家去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就必须要写一对这个 这个ROS的那个发布跟订阅的节点 OK 其实同样就把刚才的东西做一遍就对了 然后呢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改 就是说在每一秒 OK 不是10hz的 是每一秒 发布一个 比如说你用户名也好啊 你就不要hello我了 你就发布用户名啊 然后加一个计算器 这样子的 OK 大家可以改一下 然后过后呢 你的那个订阅的呢 你的那个订阅 就必须要在终端显示 你这边拿到的信息 基本上跟Listender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给大家线下的一个练习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学习怎么样上传到Git好 OK 自己创建一个那个代码库 然后上传上去 甚至大家可以把那个结果的截图放上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证明我已经做完了 OK 我再说 这个作业完全是你不需要提交给我 是完全给你自己练习 然后目的就是你完成了这个东西过后呢 你才就是说有具备那个基础 来去做我们下周的那个 再见课堂的内容 好 OK我大概就说完了 今天的内容 然后时间也是9点半 其实我们刚才晚10分钟开始 所以我会再说多两句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然后今天也很高兴就是木星跟我们一起 就是说给大家看了一个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很有用的这个虚拟器 然后呢 我希望大家今天也有一些收获 然后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可以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享给自己的学生也好啊 其他老师也好啊或者是自己的团队啊 然后下周我们同样时间 我们会在这边进行下一堂课 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呢 主要是会讲解有关这个语音交互的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兴趣要学我们的那个智能音像是怎么做的啊 都可以就是说来看 然后我们这个课呢 基本上就是那个连接是同样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这个网页 所有东西都会在那边 怎么样来参与也是会在那边 时间点什么都会在那边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回放 然后想要这个PPT的话呢 就上去我们这个资料的这个网站就可以找到 如果大家有什么提问的话 除了在微信以外啊或者是在这边课堂以外啊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社区上 然后去你可以写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那边会尽量问 不过呢在这个社区毕竟是一个大家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说保持好这个社区上的那个礼貌 然后大家就是说友好的在那边讨论 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那个开发 好我今天的内容就大概说到这边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我会可以跟大家一个交流 不过在那个之前呢 可能我会先把我们的那个视频呢 那先就是说完就是就是停止我们的那个路过 然后我们过后我们可以再花多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交流 好今天就很谢谢大家 然后我很希望就是说下周我再看到大家的那个出席 然后也谢谢木星今天的配合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一起把这些东西就是说介绍给大家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陈教授 谢谢陈教授